查个小广告啊 尽管我们之前卖的撞色骑士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但也有少部分人抱怨太厚了 所以这次我们又上架了一款 薄款撞色骑士 同样的设计更薄的厚度 保护手机的同时还不失手感 推荐给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小编 希望大家能叫我达文西 问各位一个问题啊 你选购笔记本一般选什么价位的呢 让我猜的话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选5000左右的吧 5000对于学生党来说 可能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消费了 我当年初入大学 第一件事就是选购笔记本 当时为了选购自己心仪的本质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终于决定上传 虽然之后我的笔记本出现了很严重的事故 但我并不后悔会上传 我笔记本的性能是当时班上数一数二的 并且性价比极高 在大学它不仅服役了我三年 而且让我尝遍了各种大型游戏 丰富了我的大学生活 如果对你来说购买笔记本电脑性价比是非常重要的话 那么最好先去查阅相关资料 切勿在短时间内做决定 因为在了解的这个过程中 你很有可能发现更好的产品 当然这些都是跟普通学生说的 至于那些不缺钱的大佬 你就当我没说过 而今天我想介绍一个自己在用的性价比极高的轻薄本 十分适合妹子 学生 办公党 在我看来 这台机子在同配置笔记本电脑中 基本无敌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不是啊 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稍微对笔记本有过了解的同学都知道 对于笔记本 性能与轻薄往往是难以共存的 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 厂家推出各种类型的笔记本 目前在市场上可以大致分类为三种 一是极致轻薄便携的轻薄本 二是相当有分量的游戏本 还有就是夹在二纸当中充当万斤游角色的笔记本 但不管怎么说 如何将轻薄与性能放在一起 始终是笔记本厂商与所有人的一个追求 尽管目前能做到质典的厂商很少 而今天的主角是一款极致轻薄 且在性能上也不会特别差的 机械革命SE 它的售价刚好在5000元左右 不高不低 但在同类型竞争对手 它的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对于选购笔记本 我想大多数人都相当在意笔记本的颜值 我手上这台黑色版本的黑SE 在个人看来它的颜值说不上特别高 属于中上水平 起码在公共场合使用也不会显得太low 笔记本的A面采用金属拉丝工艺 材质为7075铝合金 这种材质有着不错的强度 是塑料无法比拟的 整个A面除了机械革命的logo 就没有多余的东西 其简约的设计为整机的颜值加了不小分 logo放在左上角 个人认为logo放在中间可能会好看一点 B面只是一块14英寸的窄片框屏幕 分别是左右与上边框为窄片框 目前主流的窄片框设计 底部是一个720P分辨率的四项头 日常用于视频通话主意 只不过拍摄角度由下往上 这对颜值可能不太友好 顶部中间突出位置是为了方便开合 一个贴心的小设计 C面也是金属拉丝处理 87件的背光键盘 背光亮度有五档调节 分别从无光到最大亮度 键盘键位的设定与独立键盘设定一样 这样比较容易上手 不用学习成本 键盘按键力度适中 音量也不大 总体来说打字体验还是比较顺畅舒适的 电源键位于C面顶部居中位置 按键两边排布着密密麻麻的小孔 很多人物以为这是扬声器 但实际上扬声器位于笔记本的低面 C面的那些小孔只是抽风扇热作用 但这么多的小孔为笔记本增加了一定的风险 正面进程是不可避免的 最怕水滴进去那就凉凉了 C面底部是触控板 触感只能说很一般 而触控板左上方有一个指纹识别器 配合Win10实现指纹解锁 速度已经与主流旗舰手机的电容式指纹无异 识别率中等水平 体验比传统密码解锁好太多了 来到低面 因为是塑料材质 所以低面的质感相较于AC面来说就要差一些了 从低面的三蓝式开孔 可以看到背部的双风扇四季 散热出风口位于笔记本的背部 左右各一个 扬声器也位于低面 具体音质 只能说属于听各响级别 稍微放大声一点就会破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垃圾音质 接下来就是笔记本的两侧 左侧分别是电源接口 HDMI接口 USB 3.1C口 与3.5毫米耳机接口 然后就是三盏指示灯 从上到下分别是系统运行状态 充电 还有硬盘运转状态 右侧接口分别是两个USB 3.1A口 还有一个USB 3.1C口 一个四合一读卡器 还有安全手孔 尽管看似接口丰富 但是两个C类接口 其实只能作为数据传输使用 雷电三接口就不失望了 但全功能C口也不上 确实有点可惜啊 全功能和雷电C口十分强大 不仅能作为数据传输使用 还能作为视频输出 对于内充电 甚至可以用来外接显卡 极多种功能于一身 机械革命S1没有上全功能C口很可惜 但是上了肯定就不会是现在这个价格了 有得有失吧 关于这个笔记本的外观就先到这了 总的来说 机械革命S1简约的ID设计 给整机加了不少分 但是当然也有缺点 比如不能单手开合 强行单手开合会把CD面给带起 这种体验十分糟糕 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最关心的性能部分 一个性能强大的轻薄本是主流追求 但目前似乎没有多少家厂商能够做到 机械革命S1的性能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只要你不是大型游戏迷 这台笔记本就能够满足你日常性能需求 并且还能玩玩主流的网游如索望先锋啊 LOL等 但是对于吃鸡估计相当有压力 先看一下它的配置吧 首先是屏幕 个人认为一台好的笔记本必须要有一块好的屏幕 评判一块屏幕的标准不单只是看分辨率 你还要考虑屏幕色域 色彩偏离值 可视角度等 机械革命S1的屏幕采用一块1080p IPSP 经过使用红蜘蛛10次 这块屏幕的色域能达到70%的NTSC 100%的SRGB 和75%的Adobe RGB 这块屏幕在同价位的笔记本里面属于中上水平 实际观感相当不错 CPU方面采用的是i7-8550U 基准速度为2.0GHz 但实际使用往往能达到3点多 接近4GHz 日常使用足够流畅 本源使用两个多月 基本没有卡顿或者卡纸等情况出现 内存为三星的8G DDR4 频率为2400mAh 最大扩展内存仅为16G 有点紧臭 硬盘为金斯顿M2接口NVM1协议的256G固态 用AS SSD测试读写速度相当不错 但是请各位注意 这台机子的扩展性相当差 硬盘与内存都只能更换 因此对于喜欢搞机的同学将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接着说说很多小伙伴最关心的显卡部分 满血版的MX150 性能大概跟GTX950M差不多 就这么说吧 手腕先锋中等特效能稳定在60帧 L21就更不用说了 L21就更不用说了 favor你 L21 Z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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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